大家晚安 今天大家过得好吗 一起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太平洋高压开始牺牲的关系 但是因为大环境仍然是西南风凝相 因此中南部的沿海地区 清晨到上午这段期间 容易会有零星的短暂震雨 或者是雷雨出现 而至于其他地区 上午大致上面都是属于 多云道晴的天气形态 中午过后大台北地区 跟各地的山区 开始会有午后热对流发展 除了有又快又急的震雨之外 也会随时伴随着雷急跟强震风出现 直部地区也会有较大的雨势 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这样子的天气形态会持续一整周 提醒各位外出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了 而气温方面各地大多是 31到34度之间 大台北跟花东纵谷地区温度 还会再更高 各地的中午前后感受是比较闷热的 外出也要做好防晒 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了 而刚刚就有提到说 因为午后热对流的关系 今天迎封面的北部 还有东半部地区 会有一些些的雨势 中部的山区跟南部地区 也会有下雨的情况 而且雨是会比较大的 不过可以看到这波雨 到了晚上之后 雨是会逐渐的趋缓 明天全台各地 基本上都是高温晴朗的好天气 只不过其实也可以看到 午后跟今天一样 北部东部中南部的山区 还是会有一些降雨 不过雨区的范围跟今天比起来 是会比较小的 出门在外还是提醒 你要随时攜带雨具了 而近日因为太平洋 高压接手的关系 台湾的天气是逐渐 是到了一个回稳的状态 不过根据了 中央气象局的资讯显示 目前在西太平洋上 有一个热带性的低压来发展 路径是持续的向西移动 只是热带低压TD14 目前是来到了关岛附近的海面 而且持续发展当中 下午的中心位置在北纬13度 而且东京155.5度 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 是向西进行 气象局也预测 24小时之内有发展为 轻度台风的趋势 如果它真的顺利成台的话 就是第12号台风 曼奥迈斯 但是因为路径目前 还是不是很确定 因为可以看到它跟台湾的距离 还是比较远的 预计在周二周三 或者是周四这段期间 是这个路径的观察期 它会来到了关岛附近 周四到周五将会靠近到了 菲律宾以东 还有台湾东南方的海面来移动 不过其实很多气象专家就观察 无论这个热帝压是否成台 预估会对台湾的影响 其实不是很大的 不过因为这路径上面的变化 还是很大 因此要提醒您随时留意 天气上面的变化 来带您关心是 下周天气的一个预估 这个预期 就周一周二的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仍然会有微幅 往台湾附近增强的一个形态 而且风场它是稍稍的 会转为东南风的差异 因此中南部沿海海陆 海陆风符合的降雨现象 就不是这么的明显 各地因为热帝楼发展 而带来的雷震雨 会相对再少一些 范围是比较局限于山区的 而周三周四 这段期间则是又收到了 这个高压势力的减弱关系 因此相对来说 午后降雨的情况 又会增多的一个情况 像是周南部又再度回到了 沉间受海陆风影响的 震雨的循环了 因此提醒 这周南部沿海地区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注意了 可能会有下雨的状况 而到下周日 到下周四清晨 到上午这段期间 周南部沿海也会有一些 零星的短阵阵雨 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一定要随时留言了 接下来带您关心 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可以看到 台北地区依旧是午后 有雷阵雨的状态 不过基隆桃园 新竹跟苗栗 都是晴朗的好天气 高温来到33度 低温来到25度 中部地区南头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注意了 有30%的降雨几率 高温是来到33度 低温是来到25度 南部地区呢 屏东地区的观众朋友 要注意有40%的降雨几率 而台南跟高雄呢 都是阳光普照的好天气 高温是来到34度 低温是来到25度 东部地区呢 宜兰的观众朋友 要记得西带雨具了 高温是来到32度 低温是来到26度 外岛地区呢 天气非常的好 一定要随时的注意防晒 而且呢 要补充水分了 高温是来到32度 低温是来到26度 最后的气象小低宁 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 周南部局部大雨 而且午后山区 大台北会有大雷雨 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出门要带拔伞 以免凌晨落汤鸡 我是何之宇 广告回来 请您持续锁定 中式新闻